自己市政府已经与台湾苏环大学合作协议 通过台湾大地区十姓网络系统 提升学生的网络统计和网络领域 自己市一百十年度在台亚国中和平安国中置办 老师可以通过分析报告帮助学生提升教育品节 我想把智慧阅读Smart Reading这样的一套 来提供给我们嘉义的教育 尤其我们今天在大业国中 我听到陈明军陈校长讲 孩子对这一套的一个学习是充满了兴趣 那我觉得我们能够运用科技来发展人文 其实这是相辅相成的 那我们运用了这样的一个SR的一个方式 来让老师知道孩子的阅读的程度 来培养孩子更多的能力 地区十姓网络帝台是一套可以帮助学生经济 不用学生网络所用的系统 学生看完一本学就可以马上进行试验回答问题 家长也能绑过这套系统和孩子作为学习行动 台湾苏环台学副校长宋耀廷讲到 地区十姓网络帝台可以帮助学生选选选选学院的学 让外国变了警察有效率 Smart Reading 试信阅读 很荣幸能够跟我们嘉义市 就是黄市长这边共同推动 把这个智慧阅读这样的概念 协助学生能够在浩瀚书海里面 挑选最适合他能力和兴趣的书籍 然后呢进行非常有动机 非常有效果的阅读 最后累积成他个人完整的阅读历程档案 变成一个非常能够自律自主的阅读者 家庭市政府各有处标识 家庭市的外国有提供 一直是专大的无法兴 每一年都会办理外国标用外党 这次市盘的台湾和平安 我们两间国中的进行中文华特林立精团 了解学生的学士进行 记者就出现蔡峰报导